好,现在开始录了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套软体 Debug DVD of Capture 好,你进来之后呢 第一件事情请你先看一下 它录影的这个地方 有没有 录影的地方 有没有发现预设是AVI 对不对 那你一定会想 喔,这个AVI 在你的印象里面通常是很传统 而且档案很大 对吧 其实你不要被那副档名骗了 重点不在于副档名 重点在什么?编码 所以你要看一下右手边这个 Encoder的Option 你可以按一下这里 你看一下它预设的 有没有发现是H.264 重点在这边 它为什么录下档案会小 就是因为用这个的关系 当然如果你不想用这个 你可以改录看看 如果你是属于 比较喜欢尝试的 你可以看看 MPEG-4的 好像也不错嘛 对不对 网路上很常看到啊 但是我就是 必须告诉你 MPEG-4 你用MPEG-4 录的 还是会比这个 HDN20大 很多 即使它已经算 压缩比算不错了 但是用它预设的这个 会更好 你可以参考看看 待会儿你可以尝试 一样都是AVI 可是怎么样 反明不同 那 因为我们现在用的是什么 就是 免费的版本 所以呢 它 本来 软体 预设子录的 应该不是AVI 应该是 MPEG-4 如果你是用安装的 你会发现它预设在 MPEG-4 但是因为免费软体的部分 就是 非商业性使用的话 MPEG-4 是不能录的 所以没有差 我只要再转档就好了 因为编码还是 H.264 你了解那个意思吗 只超在副档名而已 副档名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 你可以再用其他转档的格式 软体再把它转换一下 但是转换出来的档案差不多大 重点在编码 这是第一个 你稍微留意一下的 如果你现在 MPEG-4可以用的 那是因为你现在用的是 在30天的 试用期内 等到30天之后 它告诉你 MPEG-4不能录 你就转成AVI 就好了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你要来上面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option 有没有 选项 上面这个 你把它按一下 它就会跳出 跳出来了 好那一般呢 这边我会做几个修正 第一个 你进去之后呢 它这个软体其实还可以录什么 录荧幕上的画面 也可以录webcam 也可以录什么 录 网路上的摄影机 监视器 有没有 有的人家里面有装那个监视器啊 不是都有提供web登录的界面吗 对不对 那它也可以录 那什么时候用到这样子 有些时候可能老师要做研究 不是研究有没有小偷进啊 是因为你要做比如说深入观察 那它就需要什么 它可以支援你这种东西叫做缩时摄影 有没有听过缩时摄影 比如说你可能一分 比如说 一个小时拍张 那 开花的过程 还是日出日落的过程 它不是真正用录影的 它是 一段时间一段时间 所以像做全球暖化 他们在南极北极 应该在北极 也有放什么 那个 照相机 就丢在那边 然后就 就可以看那个冰山移动的过程啊 它是用录影的看不出来啊 因为那档案量太多了 不是看不出来是因为档案太大 我用拍照是比较很清楚 只要加快播放之后就看得很清楚啊 所以它也支援这一种 它这是它比较特殊的 好 第一个我会做的是在output的这里 输出的地方 预设的话一般来讲软体预设输出的地方都在哪里 我的文件夹嘛 对不对 所以通常我就会把它指定到我 平常比较长方的地方 这样我就不用老师在那边 录 我就要改说我要放在哪里 第二个 预设的话呢 它是用下面这个 你们用 office用word 开一个新档案 请问叫什么名字 未命名1啊 第2个叫未命名2啊 entitle嘛 有没有 就自动加1234啊 但是通常我不希望这样子 我希望它能够跳出来让我自己选择 我要输出什么 所以我就把 把它改成上面这个 这样你了解吗 自动跳出那个存档的画面 好那这是第1个我会做修正的 第2个 就是在我们刚刚讲的 快速键这里 我会自己再去新增一下 再去新增一下就是 我要的快速键 对你可以从下面这个地方 这里有一个add 看到了 add 好你就看你要什么功能 要哪一个功能 然后呢按change 这个时候你就把你的快速键按下去 它就记录起来 这样也没问题 这很简单嘛 其实如果你真的都不想 用也没有关系啦 反正 如果用Ctrl C 会跟原来 诶那个 对的这样会冲突就不ok 所以我们一般都会用上面方形键 比较安全 不然就是你一次按三个也可以 因为有的有的快速键你可以直接指定三个 会比较好 只是一般来讲就是 常见的还是F9 F10 比较常见 有的我有看过用F2的 但是因为一般来讲 F2或F3 是我们那个 档案总管里面有什么 重新命名 然后 F2是重新命名 然后F3是档案搜寻 所以通常比较怕会有冲突 我会比较建议用组合键 比较 没有这个困扰 因为 有时候可能不小心就按照 所以组合键要闪开 对对对 常见的 一般来讲是方形键是 后面比较没有用 像什么 F8 F8以后在 9、10、11、12 通常比较没有软体 去特别指定 好 那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了吧 所以 所以您先了解快速箭奏 待会呢 我们就真的可以来录看看 好不好 等一下你要自己录 今天来 不是来听我讲 是要给你实战的 这样回去才会呀 对不对 不然上完了 就完了嘛 你要自己录看看才知道 真的有没有那么小啊 嗯 好 那么 我这一段我就先到这边做一个停止 好 好 谢谢观看